播映登希露 香港國際演舞球錦標賽 賽事精華第二輯的比賽 現在為大家介紹這場男子單打比賽 又樣樣對抗中國隊的蘇基亞圖 比賽現時打第一局 暫時比數是9比4 背對鏡頭這位 膚色比較黑的 就是印尼隊的天王巨星蘇基亞圖 同樣位居玉門球界南丹四大天王之一的羊羊 就是面向鏡頭 暫時的比數是9比4 蘇基亞圖來說 他在準決賽那場對著丹麥的佛羅斯特那場球 打得相當漂亮 兩個球都以10分球擊敗佛羅斯特 但這場球我們由於時間關係 就是安排了明天晚上的競運中環 明天晚上的競運中環 為大家介紹蘇基亞圖在準決賽對抗 是佛羅斯特這場從來沒有在螢光幕介紹過的比賽 再加上一些蘇基亞圖其他比賽為大家介紹 重生之後蘇基亞圖究竟是怎樣 我們看看這場球對抗羊羊究竟是怎樣打了 好 漂亮 蘇基亞圖就是繼印尼臨水鏡之後 另一個印尼彥幕球的巨星來的 印尼對他的期望是非常之高的 但很可惜他1985年 拿到這個世界感受到冠軍之後 成績一直都是很低落 甚至一段時期印尼人覺得他可能沒什麼希望 去年他結婚之後 在無論是精神狀態各方面都有顯著的改進 所以現在打起球上來就越打越好 今年的成績是突飛猛進 事實上蘇基亞圖在88年第一站台灣公開賽贏了冠軍 接著再是法國公開賽和自己地頭印尼公開賽贏了錦標 現時來講他在國際排名應該是照計排第一 但在這次的賽事國際預聯將他列為第二號種子 居於面向鏡頭的羊羊之後 羊羊在第一局一直領先的局面 領先是四分五分四分五分 蘇基亞圖打佛羅斯特那場球 很精彩 跳起球賽很漂亮 但這球球相反來說 羊羊跳起打斜線蘇基亞圖不能擋 十一比五 六分球的優勢 看回這個球 反射一撥 羊羊有很多人說他是用頭腦打球 看回這個球 跳起 羊羊打直線 誰知道用斜線打得很刁鑽 羊羊現在是中國的第一號男子丹打 過子不是很高 但如你所說他很快 而且是用頭腦打球的 他這兩三年來都是高據中國藍丹的第一位置 今年他很奇怪 今年他在格蘭提治的總積分表上 得分是零的 因為他沒有參加過任何的公開賽 即有積分的公開賽 雖然是這樣 他在這個香港歌賽裏面 角色原來都是將他列為第一號種子 因為他在這個湯姆士輩的決賽裏面 他是沒有輸過一局的 無論對任何國家任何球員都沒有輸過 這個水準 開滑單就是沒有分 但仍然都是最厲害的 現在比數是十二比五 羊羊拋前七分 在中國藍丹 過往的教人批議賽成績最好 就是韓國寶 蘇姬阿圖這個球又短了一點 他一樣值得前排的 蘇姬阿圖對抗楊羊 過去九場球都沒有贏過 我看到中國隊韓奈平 尚福門 和教練坐在一起 希望為楊羊打氣 剛才的課題是林思泉 和楊希的教練 楊羊長短棍堅持 現在領先到十四比五 楊羊體力相對比較差一點 在這麼多的球員當中 在中學隊 但是他是最勇老的 這個球很漂亮 球得很好 回回來不夠遠 連打兩板就沒有了 蘇姬阿圖猛逼楊羊的底線球 而不是釣高給他打 而是平推過去 令到楊羊失去了主動 這球球猶豫了一會兒 打不打之間就打了落幕 打完配有時很驚忌 就是這件事 要不打 要不打 要不怕他出界 單打的打法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有時我們可以比較慢一點 這球也要欣賞兩點 出發 球技 雙彈就只有一個快一點 拿回發球的機會 十四比六 看楊羊在這球場 連棍堅持 哇 這球 跑了不知道怎麼揮龍這麼快 除了看到對方的空位 在反手直線的位置 十四比六 楊羊只要多取一分就搞定 長驅之內 這球是踏著線落 是的 好球 營養打完這次香港公開賽 他就在中國公開賽 暫時休息 然後下個星期就會去到泰國打這個世界盃 代表中國 七比十四 蘇姬阿濤又再出界一分 但相關仍然有七分 哇 吃兩個過頭球 而且這球過頭球殺了 你腰也不用咬 手法很熟 蘇姬阿濤仰仰仰手 好像要去麻辣寒先 因為太大寒 比賽拉得很遠 蘇姬阿濤 我相信這一局都是要輸的 這次印尼對尼 還有一個韋亞地都不錯 韋亞地很年輕 十九歲 這次可惜在準決賽中輸了給楊羊 這個球員就是以為最有前途的年輕球員來的 如果大家有看準決賽的時候 都應該會看過他的身手 對楊羊的時候都是有大將的空度 在湯姆士杯的時候 他代表印尼是打第二單打的 以前印尼有一兩個單打的腿 流光高的 現在都不得比 很少圈 比數現在楊羊是以十五比七才贏第一局 好 接著我們看到這場球是進行第二局的賽事 楊羊吊了長驅 背向鏡頭 衣服有藍色的就是蘇姬阿濤 換了衣服 因為太寒的關係 一定要換衣服 因為衣服太濕了 可能會影響比賽 暫時轉了長驅之後 就好像蘇姬阿濤順一點 以七比一是領先 兩邊 即是邊場莫及 由於新到尺板都打不到 這些球有時真的要偷正的空 這些都殺直線下去 真是很刁鑽 真是沒手拍足而已 楊羊 哇 蘇姬阿濤打得很快 部底一個二戰 但楊羊反手圍攻也都很漂亮 剛才那個球跳起 打下來 蘇姬阿濤已經以為成功了 我們都以為成功了 但楊羊轉回來 立即掩蓋 打下去她的肩膀位 1比8 觀眾比較靜一點 因為現在楊羊落後緊 所以大家都比較靜一點 落後七分 比較大一點的距離 1比9 還要 很快 楊羊這一局 喬喬聲就輸了這麼多分 楊羊打得招一下 不太行 剛才慢鏡頭已經過了1分 好了 專門發球 現在比數是9比1 相距是8分 開個短的 跳起打了 拚 如果這個時間再不拚 輸多2、3分就沒得拚了 就要放棄了 體力上蘇姬阿濤比較好 楊羊今年在泰姬士堡之前2個月 都曾經訂過一下 那個時候恐怕影響到她泰姬士堡決賽的成績 但後來就康復了 不知道會不會影響到她以後體力的問題 但這個反手 蘇姬阿濤反手這球打得真是很精彩 以後摸一球 救回來已經很聰明 誰知她簡直有攻擊性的反手 要學一學 但很難學 11比1 比數去到相距10分球 現在楊羊要考慮一件事 就是她放不放棄這一局 現在追上來 就算她贏2分 縮起後贏1分的話 這一局都要輸 但她會不會這樣去考慮 還有這樣去打 但可能還會再追多2分 大小一 調去後場區 最新打球 兩個都是世界最頂級的演武球手 打過招裏面有很多精彩的動作是做出來的 其實她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弱點 兩個都是 楊羊的反手有時候就不太好 但是蘇維亞圖現在都盡量供她的反手 但因為她是左手持拍的 所以變成反手就是別人家的靜守波 大家先抹一抹寒 因為事實都會很辛苦 夢讀有偶 楊羊和趙劍牙兩個都是江蘇省的 兩個都是左手持拍的 變成了 不知道是不是左手持拍的比較有利 光蘇走出來等於一個國家隊 打場會的時候 對 多厲害 兩個打人打 差不多殺了 對 現在先試試球 這次球好像比較快一點 因為一打就已經出底線了 不能選擇 因為賽會規定的 給球就要打 嗯 出界了 不知道是不是不太適應 球快了一點 新球一定會快一點點 打多兩板之後 羽毛拆散了之後 吃風多一點 又會慢一點 陳Sir對羽毛球製造 很有認識 因為他本身也有搞任何東西 所以知道一點 好了 蘇姬阿圖這個球怎樣 一看 又再出界 似乎楊長打到這一段 已經是要放了 這局 不得不放 放一放都好的 自己再定一定 然後第三局才跟他拼過 比數就去14比1 第一局羊羊 就是贏15比7 他猜不到這樣輸 扣回來 蘇姬阿圖跳起球殺 搞定了 好了 現在就是14分 蘇姬阿圖的名字叫Yijuk 所以一般人都叫他Yijuk Yijuk 他都很接受這個名字 所以你叫蘇姬阿圖 他不認你 你叫Yijuk 他就聽你了 好了 蘇姬阿圖開球出界 我楊羊都不浪費氣了 自己打出界 看楊羊怎麼打 又把球出界去外面 免得再糾纏了 應該 好 自己是 殺了惡網 比數就是15比1 蘇姬阿圖追回分 休息一會回來看看 決定性的第三局 雙方怎麼對抗 香港公開賽賽事精華 是最後一個環節 介紹就是 男子單打決賽 羊羊對抗蘇姬阿圖 背影鏡頭就是蘇姬阿圖 羊羊面對鏡頭 雙方各贏一局之後 第三局決定勝負 暫時比數就是6比7 印尼隊的蘇姬阿圖領先一分球 一直沒什麼高低 這個球A的 在場區之內的8比6 好美 觀眾都是很有風度 蘇姬阿圖打得這麼漂亮的球 亦都為他讚賞一下 有少少困板 已經這個球去得不太好 羊羊要去遠處 看一看的時候慢了少少 結果這個球滴了到場區之內 說回這個比賽完了之後 大部份的球手已經移私去到上海參加 就是中國公開賽 中國公開賽這個賽事 這月亞洲電視已經獲得了獨家播影權 安排在下個星期二 星期三和星期五 換言之就是8月30、31和9月2號 在香港的時間 11點20分為大家播影 好了 大家試一下 試個球 在中國公開賽來說 大家都強盡出擊 在中國隊來講 更加部署重兵 是啦 因為這次藍單裡面 他們有趙劍華和紅國好兩港 就是不下來香港打了 就保留實力是打中國國學賽 而呂單方面 就李寧為壓陣 這次藍商有黃太 田徑二、李寧波 至於女商方面 林英和關禮精也都會在這壓陣 民商還有世界冠軍王鵬人士方正 那你說中國是否自在一點 這五個感覺 唉 但是贏了多少個就沒有人敢猜 好了 星期二、三 晚上四點二十分為大家介紹 我看這場球 就似乎蘇家圖越打越順 將積分拋離幾分 那樣樣樣再不輸得 再輸的話就是很難追的 丟一分容易 但追一分就很難 跳遠 蘇家圖跳起扣殺 謝謝 沒有過了 又在看來的場區之外 九比六 那楊楊有點累 你看看她眼睛都沒什麼神 那楊楊她早一晚 她曾經去過醫院看蘇基亞圖 打佛羅斯特那場球 一邊看一邊看路 那我問過她 我說究竟你喜歡決賽的時候對誰 那她說兩個都無所謂 因為她兩個來講她都很有信心 可以擊敗她 那特別是蘇家圖 九次都沒贏過羊羊的 那但是佛羅斯特對著羊羊來說 就是輸多贏少 這個球迫到羊羊反手 羊羊轉了兩次反手都回不了她的位 十比六 蘇基亞圖領先四分 我看看這個樣樣 第一球反手撐著 第二球反手追身打過去 第三球反手 哎沒有了失位了 那球回得不遠 蘇基亞圖再打反手 都沒得 十比六 四分球距離 蘇基亞圖很穩定 你看她 空有成竹的球殺下去多實正 單單打完球之後 通常會走到中間的位置 那麼任何位置都可以補得回 十一比六了 蘇基亞圖這個球打得很精彩 一路逼著羊羊 逼到她去塞 羊羊似乎都好像沒什麼計 看她這些超級巨星 可不可以在這些 逆境的關頭想回 想回一些新的策略來對付 剛才我們見到 沙威和沙加比 追到打跳士 十四比四 追上來 但羊羊做不到 十一比六 到了這個地步 有時不是單靠打球 靠勇猛 只有她要想想辦法 羊羊很多時候 就能夠在這些情況之下 發揮她這方面的智慧 在這個中國公開賽 羊羊不出 都是好事 留點力 下次這個世界盃 如果一年三個星期打比賽 很辛苦 沒有一個球員可以頂得住 還要她遲些去打奧運的表演賽 是 好 看一場比賽 又撥了出界 十二比六 羊羊也有點懶惰 說一下為何會打成這樣 我都在懷疑 過得好長 但她回得多遠 都回得好遠 很順 所以她越打越順 跳起了 拼了 要羊羊不拼就沒有了 她好像打得比較長 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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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她會轉變 看看會不會這樣打 不搶就死了 看看搶不搶 開遠場區 如果兩個都是快的話 當然是一個比另一個更快 才可以贏到人 所以就夠快 7比12 5分球 現場的觀眾 仍然贏一分 都是拍手掌 幾打都拍的了 後面我們見到 負責今次賽事 要求中會的朋友 還有嘉賓 坐在鏡頭後面的位置 今次的場館是高頻滿座 嗯 今天真的坐成實情深 跳起 過頭的球打得很好 樣樣短的 拼它 哎 這個球 看看心大心神 知道怎麼打 好球 這個球 蘇家圖已經賽翠主 還打到埋伸 樣樣只是擺一塊包板在胸口 看這個球 好彩 剛剛滾過去 那個球去到網 好棒 在這裏大家可以看到 讚一讚香港的觀眾 看球非常之有 紳士的風度 凡是好球的那些 就會拍掌鼓勵 無論是哪個國家都是一樣 反之在外國的 很多地區的觀眾 都沒有那麼有禮貌 你看看 對球員來說 球員又要求一個 很寧靜的環境 給他們打球 打完之後 就需要一些鼓勵 香港觀眾做得十足 嘩 是值得稱讚 所以球員很喜歡來香港打球 嗯 8比12 跳起球殺 又再落網 蘇家圖似乎亂了一陣腳 比賽本來就是 一路大線 雙方打到5比5平手之後 蘇家圖大線到10比6 跟著最大的距離 12比6拋來六分球 那現在呢 就追回貼一點了 楊楊 看能不能夠更進一步 先 蘇家圖好像是 要換一塊板 那塊板斷了 嗯 那些人呢 就大聲鼓勵楊楊加油 蘇家圖聽不到 就當是跟她說 這樣就仰下手 然後跟著發出少少少笑聲 那跟楊楊說 他就當了叫我加油 這樣 不是很難聽的 廣東話 對 沒錯 完全不答單 換了一塊板 他威力會不會好些 楊楊又打回頭 出界 10比12 又再吹貼2分 最遠的距離就是6分球 現在就是4分球 照蘇家圖換了一塊板 他又不可以太滿意 不知道是否再去外面再換過 灣仔衣冠今天真是10乘10座位 被你猜中 被你猜中 他拿了幾塊板 來選一塊深水一點 剛才那塊可能硬 頭一推就推出界 那在這些比賽裡面 這麼關鍵的時刻 打到這麼穩 現在兩分球距離 就頻頻換板 可能是心理理不明 才會否一個阻漲 是啊 最重要就是 那塊板是得心應手 有時候打不習慣的話 所以軟無球板 比如有10塊8塊 可能打來打去 其實都是那一兩塊 大家習慣了 力度可以就得對 好了 那大家也嘗嘗一塊棒 看看楊錦龍是 這場比賽裡面 是追回成平手了 其實觀眾的情緒也很緊張 讓他們換摩一下 始終有個好事 好 出界 11 12 不知是雙距一分 看回這個球 看回這個球 一路追了幾分 都很冷靜 看著那個球落 11 12 就是雙距一分 蘇姬阿濤又再打冷靜 本來已經成功了 怎知道又不行 哎呀 楊陽打吹身好 這球 我打回去遠處 浩寶 追著他 好 好 阿濤 阿濤 剛剛貼到 打好關斗 下去怎麼打 蘇格圖一帶一帶手 鼓勵一下自己 這球有些運氣了 這球波可能是關鍵樣 一邊追下去 追了6分到10分 追了5分 這球球呢 蘇格圖救到 應該很聰明 但已經失位了 怎麼知道 爬一爬爬過來 有點運氣 這次這個比賽 蘇格園第一個參加有積分的公開賽 看他能不能拿到好的分數 這個球是出界的 在場區之內 這球是好球來的 這球很像出界 但實際是好球來的 事先判是好球 結果蘇格圖再拿到分13比11 兩分球 我一樣嚴格 蘇格圖一塊球是高了一點 對 這些全部好像雙打球 兩個推來推去 看誰慢就輸了 蘇格圖現在搏到盡了 不可以再輸了 一開始 14 11 打球比頭最重要的 最後沒有力量上 那球按正路來說好像上得到 但是他根本好像走不動 釘了去 是 看這個球 已經走得這麼久了 這個球救得很好 可惜十四十一 羊羊我覺得在後段 有些球是跟對方鬥推的人 嫌高了一點點 不夠毒 這個已經不是羊羊的風格 唉 出界了 我阿蘇幾個都開心打破了一個死傑 為自己喝彩十五十一的觀眾 也給了掌聲